北约马德里峰会登场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美国将强化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美国增加在欧洲的部署 以国家和地区来分 在波兰设立美国陆军第五军团 前进指挥总部 这是美军在北约东翼的第一个总部 在罗马尼亚则是增加 一个战斗旅的轮调部署 在波罗的海地区加强轮调部署 包括装甲航空防空和特种作战部队 会维持持续性的存在 那么在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的驱逐舰 则是从四艘增加到六艘 在英国增派两个F35中队 在德国和意大利部署额外的防空力量 德国增加625人 意大利增加65人 北约民主长史托腾伯格 在第一场工作会议就表示 北约正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 这就是北约开放门户政策的展示 另外也提到俄罗斯和大陆的挑战 在北约和大西洋理事会智库和办的论坛上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表示 俄罗斯必须被打败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对话才能开始 特拉斯说大陆密切注意乌克兰情势发展 警告盟友要非常小心乌克兰战争 可能带给习近平的讯号 如果北京入侵台湾 那将是灾难性误判 TVBS新闻黄松普林佳辉 在马德里所做的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